诡异的皮肤 小泰最近总觉得脸上长了一块黑斑 去诊所看了看 却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这天晚上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 小泰无意间看到路边的灯柱上 有一小块镜子上面有一块黑斑 跟自己脸上的一模一样 小泰鬼使神差的上前抹去了那片黑斑 回到家后小泰找镜子 却意外发现自己脸上的黑斑不见了 第二天小泰又来到了这里 不远处有个小女孩在踢镜子 小泰又仔细观察了那面镜子 发现上面有些不太显眼的小斑点 和自己手上的斑点很像 又不由自主地把这些小斑点也擦掉了 果然自己手上的斑点也随之消失了 小泰开心地往家走 可没走几步 小泰却听到身后一声催响 此时自己的脸上也一阵剧痛 一片片皮肤竟然开始均烈脱落起来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小泰脸上的黑斑和镜子上的黑斑是相同的 小泰就会得到